你知道 我現在看到了李文的故事 我自己都被震撼到了 剛剛講 我都在想像你的左腳不方便 你居然可以在舞台上發光發熱 你都已經在舞台上這麼痛苦 你還可以滿面的笑容 然後把表情做到足 更可怕的是如果你在看到 他出道二十九年來 懂不懂看 出道二十九年來 他的腰尾 他的身材 居然都沒有改變過 沒錯 實際上我們也是看著他 一路這樣過來 從以前到現在為止 真的發現到時候 他真的 這個身形都沒什麼變 他躺在家裡面做核心 做那些動作 然後練他的肺活量 所以才能夠有如常 你看起來好像很輕鬆 其實他後面一定有 非常大量的練習 那當然你看 他自己講嘛 你看就是說他的這個身材 譬如說有這個葫蘆形的 這個翹臀 還有螞蟻腰 他還說了 二十九年 我到圈內 都沒有什麼變化 身材沒有什麼變化 所以很多人就說 他一次極端的自律嘛 你看 他其實腳不 你試想 如果你腳不舒服 然後還要跳 這麼大量的舞蹈 你還能夠唱得很好的時候 其實你就一定要有 非常好的肺活量 你看他就真的在 跑步機上面 然後在這個所謂的 這個快走到裡面 在那邊唱歌 那就是用這樣來唱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 你看他還要做一些 這個所謂核心的運動 這就是他 我PO出來的影片 他用這個所謂瑜伽球 做這種所謂平衡的這個運動 那因為瑜伽球 其實他這邊動來動去 其實非常困難 所以他有非常強悍的 這個核心力量 才能夠支撐得起來 那你要支撐得起來 你就知道說這個其實 所以他的一二九年 也沒變過 所以這話非常大量 你看你做這麼樣運動來說的話 當然腰尾不太可能會有 這個變粗的這個狀況嘛 那除了大量這個 瑜伽球的這個運動之外 他還做一個 捲腹的這個運動 捲腹其實蠻累的 他說每天都做 而且一次要做 兩百下串一組 每天要做三組 一共六百下 那即使在 被COVID-19隔離的狀況之下 他也不會間斷 而且就因為 他這麼樣的自律 他的身材保持這麼好 我沒有想到 他曾經是華人女星裡面 唯一的 第一個代言Chanel的 對 事實上今天的這個 時尚的雜誌 WWD 他也PO出一張照片 這是老佛爺跟Coco 這個李文的合照 那為什麼會這樣合照 事實上 因為這個香奈兒 在之前的時候 曾經找過李文 擔任這個品牌大使 他也是第一個 華人成為這個 香奈兒的品牌大使 他在這個 包括說在國際舞台上面來說 就常常穿著 香奈兒的這個服裝出去啊 那的確有受到 非常多的這個好評啊 那甚至他後來 在唱歌的時候 他也穿到另外一個 這個Visage的 這個品牌的 這個衣服上去唱歌啊 所以你看 因為他身材保持得這麼好 所以為什麼國際品牌 其實國際品牌 有時候就是 看你的這個身材都表示 維持得非常好的時候 才有成 才有資格成為這個 國際的這個代言 而且另外有一個姿勢 他的聲音 聲音有一段時間壞掉 他的高音上不去 他的低音的時候不夠穩定 他說那時候多可怕 他說聲音耶 我們知道聲音要調整多難 他說他媽媽跟他講 你不用擔心 你不用擔心 我們慢慢來 他說他居然這樣 他的腳要講 腳是一步一步的學走路 對 沒錯 他的聲音 是一步一步的學 怎麼樣子的發音 對 沒錯 沒有 我就講嘛 因為摩羯座的個性 就是穩扎穩打 摩羯座的穩扎穩打 所以自律就是他的代表 那沒辦法走的時候 就慢慢的學 那聲音出不來的時候 其實我們知道聲音要恢復 其實要花非常長久的時間 我們常常用聲音就知道 所以事實上 你看這些小故事就知道說 他一定是個非常自律的人 不過往往就是這樣 自律過嚴苛的時候 往往也會虧待自己 所以壓力很大 會虧待自己的可能性也最大 就知道了 我們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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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一起